曾世强 平胡选 敬请收看第十二集 自动获更 血缘要和各国在上海的领事见面 为什么要找宝玉帮忙 我们都很清楚 血缘要做任何事情 他一定要先找到对的人 先把人找对了 然后才去做对的事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 你看他以前贷款 但是这一次款项额度那么高 预会是处理不了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宝玉 他就赶快抓住这条线索 所以他一定锁定宝玉 我不过想借小姐的放名相威 做一件为国的大事 什么事 银行借一笔巨款 所以我要和上海的各领事馆相见 宝玉听到要为官府做事 他是很不宜为人 你知道我从心里很官府 很洋人吗 这他的职业也是关系的 你没发现 像这种我们把它叫不是很正式的组织的人 那政府是要取缔的嘛 凡是被政府取缔的一些对象 他们有不痛恨政府的 所以我们以后听到一个人发表他的爱恨 我们应该先考清楚他的立场是什么 你说小偷会说警察好吗 那不可能 所以凡是小偷骂的警察 其实才是警察 如果有这样的标准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造成世贿的混乱 雪原告诉他 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想跟宝玉讲什么道理 他不是 他是想说动他 让他改变主 来帮他的忙 为了避开小人的阻挠 所以今天我特来请小姐 需要小姐的鼎力相助 胡先生 想不到我胡宝玉 也成战场与商场的取胜之务 吴雪原成功舒服胡宝玉 帮忙举办酒会 你先拿一千两张票给他吧 让他送给替他们求化酒会的胡宝玉 然后你吗 胡宝玉利用个人魅力 替胡雪原邀请他社国领事纪养伤 举办了一场以贷款为目的的盛大酒会 雪原想把孙子兵法 好好的用在这些洋人的头上 看看有没有效 我们中家家有兵法 动不动就是一招 他把这些人都起来 就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利用他们之间彼此利害关系不一样 然后他想从中取利 那这一点呢 西方人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反应是不如中国人的 中国人就算碰到这种场合 我们的一些因应方式 也跟他们比较 胡雪原虽然将目标锁定为汇丰银行的格力 却故意对其视而不见 假装以德国人谈笑风生 面对这个情景 葛德利有些沉不住气了 你好 不好意思 胡雪原 他正是上海相扶之手 杭州胡雪原 葛德利为什么十分注意雪原的动静 因为宝玉他要找这些人来的时候 他是被雪原利用的 雪原透过宝玉去散播一些信息 说我要带一批很大的款项 所以这些人来等于来竞标一样的 所以葛德利也要干什么 因此他就非常注意 可惜外国人一注意就被人家抓到了 你看眼光始终盯了雪原 我想请你帮助 我要立即胡先生单独的为他 他就是没有中国人赖他本事 你各位你从这里面去看 你可以出来 西方人在很多地方 他就是不了解中国人 中国人你看雪原也很注意 但是他就好像没有注意一样 雪原故意和德国人 谈得很热络 他想做什么 他就是虚虚实实 他的目标是锁定英国人 但是他如果一下跟英国人结束的话 英国人就会抬高身价 然后你就很难跟他谈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谈判 又常常把西方那套拿出来 其实这是中国人谈判 就是说我明明要跟你谈 我故意不重视你 看你怎么反应 他的姿态自然会降低 我将来就好谈 我明明不跟你谈 我故意跟你装得很热络 还刺激别人 那他既然不跟德国人谈 他也可以找法国人 可以找意大利人 好像很热络的样子 不是 那是浪费时间 他会锁定德国的领事来谈 是下一步的 就说我向英国人 借到钱以后 我会给你买军火 你不要看 胡雪原好像 只是一时做一件事情 他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雪原有机会和格德利 单独见面 为什么反而不说话 不说话就是说话 因为他已经紧紧地抓住了 格德利的心 格德利在想什么 要出什么来 他根本都知道 中国人如果真的把孙子兵法读通的话 他是事先把对方的动静 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所以他这个时候干嘛 他在等你格德利怎么说 我等你说 先说的人都是倒霉的 现在很多人不相信这句话 老喜欢先说 你不说 他你敢不说吗 格德利乖乖地说 胡想 我们大英帝国的汇丰银行 是在贵国手下开户的国际银行 从实力或者从信誉上看 都该是你胡先生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说的人就倒霉 说的人那个气势就低的嘛 那我要看 利率是多少 你现在很显然看出 格德利他是处以虐识 就是说他仅仅要求抓住胡璇 那胡璇处以优势的时候 他在先开口 他不肯笨吗 格德利就开家了 以签约当日 伦敦金融市场 拆息加5%计算 只能是1% 4% 格德利坚持 学生说你接受我 我就跟你借 你不接受我 不谈 你我之间成交的利率 只能是4% 当然 如果格先生可以保守秘密的话 我想差评 到1分3 1分3 这样还剩下9分 你我 对半差 好 一言为定 胡璇这一次是他一生最关键的 看你怎么出手 这不是很不很的问题 而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妥当不妥当的问题 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当然 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很不幸的 胡璇在当时 他处于很顺 好像什么事情都如他的意义 所以他就动脑筋 不赚白不赚 将来这个是很要命的致命伤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说 你越顺的时候 你越要想 否则就是滑溜梯 那个滑溜梯都很顺 一路爬到最高点 没有人阻碍 你才会滑得快 滑得快就摔得中 经过激烈的价格谈判后 达成了共识 各自从这笔巨额公款中 捞了油水 中国商人也有个大多 在今前面前 都很好 雪原说 他和格德利 在贷款这件事上 都没有把祖宗当自己的 这是为什么 这句话 有对雪原是正确的 对格德利 是不管用的 因为格德利根本没有祖宗 他有什么祖宗 他有祖宗 但是祖宗没有在他心里头 所以如果把祖宗这个概念 放在全世界所有人种上面 我看只有中国人有效 中国人不能没有祖宗的概念 但是西方人 他只有上帝的概念 他没有祖宗的概念 所以用错了 将心比心也有同质性 才能将心比心 你现在将心比心 跟不同的人 你怎么去将心比心 他心里 多少有点愧疚 所以好像我这样做 违背了祖宗的意志 但是他一时冲动 做了 就是他有把握 越有把握 越容易犯错 越处顺境 其实越高度的危险 雪原这一次 他有一点点悔意 但是已经种下 非常可怕的货根 很难挽救 在得知胡雪原大宴 上海名流 却唯独没有邀请 自己的消息后 于仁昌 起得暴跳如雷 好你个胡雪原 你水不大敢 慢我瞧去 我看没我的江苏学府出面 他怎么说 当丁日昌大怒之时 甲铺传来了 吴宝玉的牌举邀请 宝玉派人来请二位大人了 在哪出局 富康前专后宅 好啊 既然明穿你一条裤子 那就怪不得我丁日昌了 听说 走 钻进他牛魔王肚子 闹他 压得不明 丁日昌 他实在是 逼不住气的 他认为你雪原 既然 都不把我放在心上 他有什么办法呢 人家不请他 他不能去 人家不请他 他只好 透过第三者 然后直传他的家宅 当丁日昌赶到牌局 吴雪原 去 你说 我们俩到此 主人不出面 我们不成了 偷鸡摸狗直败了吗 丁日昌 为什么 要雪原出面 他真想看到雪原吗 丁日昌到了以后 他心里头 就很兴奋 今天这个场子 终于出现了 偏偏呢 雪原躲起来 因为雪原也懂啊 我在那 当剑靶 我那么傻瓜 家宅这么大 你们那一块 等于租借一样 租给你 我躲起来总可以 所以他逼不见面 面对胡雪原的逼不见 丁日昌无奈之下 只得开局打牌 可刚一开局 丁日昌便屡屡签换牌 丁日昌 偷换牌 大家知道不知道 我想没有人不知道 你来什么 你是来输钱 谁会来输钱的 都是要来赢钱的 所以他凭什么 凭他的官司 我作弊 你们会怎么样 你们会说 大家都不会说的 所以他就来好几套 大家争议检 不争议检 坐那么一看 因为本来这就不是正常的排局 本来对输赢 大家其实都不会看得很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刺激对方 又怎么样去摸对方的敌 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 好像消遣用的 或者联络感情用的 都不是 所以他换牌 他以为人家不知道 可是大家都看到了 都假如没看到 这才是很有艺术的一面 丁日常排气不佳 几圈下来 就输光了身上的本钱 拿来吧 那也不够啊 丁大人 我让盘武去洋行取吧 下来 丁大人 那 干脆这样吧 您在乌 金子我不要了 折成大人脑袋上的顶子怎么样啊 我想这就已经 钱无所谓 给你难看 才是我们要的 丁日常 他什么都输得起 因为他里面是都不要 可是他元宝输不起 因为他没有啊 大家就看着那一点 你没有元宝 你有顶子 顶子就代表他的官位嘛 摘下来 当时如果一个人 被人家把官帽摘下来 那是最大的尺度 所以丁日常当然不肯呢 胡宝玉 胡宝玉此举彻底惹怒了丁日常 丁日常气急败坏地要带胡宝玉回祭馆 胡雪岩及时出来结尾 慢 丁大人 您先看看这封英国公使转来的电文 雪原最后还是出来的 他出来的时机啊 其实是很恰断的 如果他早出来 那时候丁日常气焰正高的时候 那雪原是挡不住的 如果你不要挡 你会闹出事情来 现在到了这个局面 丁日常的气势已经非常低了 雪原这个时候出来 他是账品 胡雪岩告知丁日常 他一直阻挠的贷款人士已顺结局 这使得丁日常的嚣张气焰 一落千丈 送客吧 丁大人 下次玩牌 先打个招呼 我去雇人 扛眼宝 走 宝玉 他的心情是吗 他的心情就是我要弄得你丁日常不痛快 我在痛快 后宝玉先生 这件事上 你 参马功劳 我想 晚上 请你吃顿便餐 然后 他就说要请宝玉吃饭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告一段落了 好计好善 他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但是 宝玉会这样想吗 我看未必 因为宝玉有宝玉的想法 有他的企图 雪原 宝玉送回家去 宝玉就死产活产 我有点 不让他离开 我有点 而且还有点 我不威胁他的味道 告诉我 这一笔外债 你到底赚了朝廷多少 嗯 我倒是觉得啊 雪原又失去掉一个很好的机会 老天是保佑好人的 老天他不会说话 他也没有手脚 他会透过不同的人 跟你讲不同的话 还给你警惕 你看宝玉就点化了雪原 说你这次宝宗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雪原那时候很理智 很冷静 以他的聪明 他应该会想到 连宝玉都会怀疑我 那其他人当然会怀疑我 特别是李鸿章 丁日昌 这一帮人一定大作文章 明明没有对他讲 有的何况有的 那在没有完全变成具体行动之前 他是可以挽救的 他没有 他只是说 这里应付就好了 这是他措施良机 从贷款中贪污获利的事 被胡宝玉看穿后 胡雪原感到些许不快 第二天一早便匆匆离开了机馆 上车时却看到 胡宝玉挂上了谢哥的牌子 他也难免有一些感动 他为风尘女子 也有动真情情的时候 可是这一番事情 他反而很理性 所以我们从这整个的过程 你看看自己 你有时候是很理性 有时候很感性 而有时候又很情绪化 你要只能去把自己的这种反应 把它调到合理的地步 这就叫修养 胡雪原回到家中 向胡宝玉他所做的一切 心生感慨 我的眼睛里只有钱 我是不是太无情无意了 雪原讲这种话 不是真话 真话 因为他是很聪明的 你讲这种话对你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看现在很多人听到这句话 他就开始对一些人 有一种 绝的感觉 你没有真心 然后你天天说你很真诚 他那个时候是在百管交集 情绪很不安定的时候 他心里想你死跟我 又来纠缠了 才讲出这样的话来 这个并不代表他等一 我们不能用这样来断定 他是无情无义的 相反的 他是很重情义的人 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时 某人讲了一句话 就来断定他的终身 我们要看他讲这句话的情境 到底是什么 去明白他真正的用意 这才是一个会听话的